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他又是显微人质的秘密活动家 他创建并领导了统一战线 他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 他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 他经历了早期共产党人最危险的时刻 隐蔽战线巅峰对决 他深谋远虑 功勋卓著 敬请关注蒋武堂即将播出 研究隐蔽战线文化的权威学者 郝在今讲述周恩来的密战艺术 专家档案 郝在今原八一电影制片厂主任编辑 研究隐蔽战线文化的学者 度有协商建国 中国秘密战 恒真 丙家气势 肝胆相照 台国前夜 乱世女儿红 东方大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周恩来密战艺术的第三讲 上一讲我们讲了周恩来创造的情报收习方式的绝招 广交朋友 这一讲我们的题目是精英人才 也就是周恩来是怎么培养中共的情报保卫干部的 也就是特务们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间谍是怎样练成的 在研究战争史的时候 有这么一句有名的话 叫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可是在研究秘密战争史的时候 我们又有另外一句话 叫周恩来用蝶如神 这个话呀 也不光是我们说的 这个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头子徐恩增啊 他逃到台湾了以后 他也写了一个回忆录 也是这么评价周恩来的 这个徐恩增啊 甚至画了一张联络图 就是周恩来在重庆秘密活动的联络图 周恩来画在原心 在外边一点是 中共几个在重庆的领导人 像这个董碧武叶剑英这些人 在外圈辐射线 辐射到各个方面 这个徐恩增就写道啊 说如果我们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 比作精神原子弹爆炸 那么周恩来就是这个爆炸的核心 从这个核心辐射去 辐射到各个方面 他说啊 周恩来啊 可以安安稳稳的坐在他 曾家言五十号的大沙发里边 他都不用走出大门 就可以兴风作浪 较到你寝室不安 这是徐恩增当时啊 对这个周恩来的活动能力的 这个评价 这个徐恩增这么说啊 一点都不夸张 你看他那个联络图啊 是党政军民学 文化界新闻界 包括外国人 周恩来的工作都辐射到了 实际啊 他这个图画的还很不够 我们一研究啊 周恩来那个联络图啊 比他这个包裹的范围还大 还广阔 还更深入 这个 国共之间啊 在这个秘密斗争里边啊 双方都是要培养一些 特殊的人才的 过去国共双方的比较里边啊 共产党这边呢 在革命的意志品质和勇敢精神上 忠贞度上是超过国民党 可是呢 在社会关系上和文化程度上 又不如国民党 因为共产党员啊 这个早期情报保卫干部经常是要求出身这个工农党 而且有些社会关系复杂的也不敢吸收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局面开始扭转 这个闪干宁边区保安处啊 曾经在七里铺 办了个情报侦查 干部培训班 这个在这个隐蔽战线这个圈子里啊 号称黄埔一期 就是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黄埔一期这些学员都是什么人 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 蒲群英加入了这个训练班 这就是后来邓小平的夫人朱丽 广西大地主的儿子邓渝 这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共同者 就是一大批啊 在社会上出身很高的 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人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且进入了隐蔽战线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抗日战争呢 中共制定了个新的政策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甚至把一些知识青年 吸收到情报保卫战线 这样呢 共产党就弥补了自己的劣势 你本来是在社会关系上不够广泛 文化程度上不够高 这下把这个缺点一弥补 共产党就在整体上 在人才的素质上 全面的超过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明争也好 暗斗也罢 都得看斗争双方的人的素质 共产党弥补了几方 在密战人才方面存在的劣势 对方也就没有了优势 共产党这边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好的形势呢 这些知识青年 为什么甘心情愿到延安的摇动力 来吃苦呢 有一个人的选择呀 最能回答这个问题 国民党里边有个将领叫韩练成 韩练成这个人啊 本来是西北军出身 不是蒋介石的黄埔系 可是他在这个 蒋介石和冯玉祥的这个大战之中啊 他救过蒋介石一命 所以蒋介石特别写了个批示 批准韩练成算黄埔军校 递多少多少七生 这就是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军官就开玩笑 说你这是御赐黄马官 就是韩练成从此加入了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了 抗日战争期间呢 蒋介石又特别召见韩练成 还给了韩练成五万大洋 派他到贵系白松洗面去当官 这是什么 就是蒋介石派出去的卧底 他特别信任韩练成 让韩练成给他去到贵系里当卧底 韩练成拿了蒋介石的五万大洋 转过身来 他后来又去找了共产党 他去红颜村里秘密见周恩来 要求加入共产党 所以这个事儿就很奇怪啊 韩练成是蒋介石的亲信 在国民党里已经当上将军了 为什么主动去找共产党呢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蒋介石给韩练成的是锦上添花 郑文来给韩练成的是雪中送他 你想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他缺钱吗 你蒋介石给他的五万大洋 又能解决多大问题 韩练成当时担心的是 中华民族的前途 他个人的前途 周恩来没有给他一分钱 但是周恩来能给他民族和个人的前途 所以他决心参加共产党 这就是雪里送炭是胜过锦上添花的 另外啊 这个韩练成这个选择呀 他也不是一天决定的 早先他在西北军的时候啊 当时他就接触了刘志丹 就共产党员刘志丹啊 在西北军中搞秘密兵运的时候 就认为韩练成是个可以培养的 有进步思想的苗子 就准备发展韩练成入党了 后来因为事变啊 刘志丹撤走了 这个联系就中断了 所以应该说 韩练成这个选择啊 他也是一个长期选择的结果 韩练成这个战力呢 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要真正培养一个秘密的情报人员 要做长期的工作 咱们常常讲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这个培养一个优秀的间谍啊 他也是需要长期培养 长期经营的 因为这个秘密战争啊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战争 它经常是啊 国家这个之间啊 他上还没有公开开战的时候 他秘密战争已经在开始打了 这个最典型的呢 就是中日关系 这个日本啊 琢磨咱们中国啊 他琢磨的是非常早的 情报功夫 他下得很深的 1901年的时候 日本就在中国办了一所间谍学校 在上海办了一个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从日本选派优秀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中文 然后培养双语间谍 你说他这个功夫下得早不早 1901年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几十年呢 可是就在日本的间谍学校里边 1925年就成立了中共上海徐会区秘密党支部 就周恩来这个对敌斗争这个功夫啊 也下得早 1929年的时候 中央特科的秘密党员王学文就进入了这个学校 就是日本间谍学校 他要培养双女龙才 他就请中国老师来 他就请了一个留日学生 王学文来教课 这个王学文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 日本人以为他在留学日本 他就中立日本了 实际他的日本老师是何商兆 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 王学文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所以王学文到这个 1930年培养的这批人 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 怎么了 都升官了 日本急需双语人才啊 所以这批人呢 都当了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高官 中层和高层的特务头子 这批日本青年呢 他这个在日本机关里当了特务头子 所以他能接触到大量的核心机密 他就主动提供给中国共产党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袭击珍珠港这个情报 中国方面是秘密通知了美国的 是拿到这个情报 中国方面谁拿的 这个很多材料说 国民党的军委会技术史破译了日本的密码 实际上呢 他确实破译了密码 但是是一个初级的外交密码 并没有拿到核心的机密 当时他破的这个密码 讲的是什么呢 日本外务省通知各地的领事馆撤退侨民 这个从这个情报里啊 可以判断出要出事 但并不是准确的作战情报 准确的作战情报 当时破译密码是拿不到的 美国当时破译日本密码也很有成绩 日本派军舰去袭击珍珠港 是实行无线电静默的 他那个时期根本就不发报 真正拿到这个密码了呢 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日本籍的秘密情报员 钟西宫这个小组 钟西宫当时是什么身份呢 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部的顾问 日本满铁诸师会设的调查科的班长 就是他本身是日本陆军和经济界的特务头子 他有条件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他拿到这个机密 报告了潘汉年系统 潘汉年系统就报告了中央 当时呢 中共方面和美国没有情报合作关系 就通过国民党金统把这个情报转给美方 所以说啊 这个真正的核心情报啊 是这样才能拿到 就是你得有这样的人才 就是内线 就平时列宁讲的是 这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讲的 要学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 在这个圈内这种叫内线间谍 或者叫内线情报园 周恩来居然能在日本人里面培养内线 这在世界情报界是令人震惊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人效忠天皇的思想根深蒂固 哪个日本人要去帮助中国人 那在日本社会就要被骂成卖国贼 非国民 就像中国的卖国贼 这批日本人凭什么甘心情愿的当卖国贼 也要给中国人提供情报呢 这个呀 就是中华文化的这个感召力了 这个中西宫啊 西里龙夫这批日本人 他常年到中国留学 当时日本这个学校啊 还要求这些日本学生 你还要学习接触中国的进步的人 这样你将来才能搞到情报 所以他们也就接触了鲁迅 夏衍 杨汉生 接触了好多中国的进步文人 这样呢 他就尽然在中国文化里边 他就坚决主张中日友好 他就反对日本啊 侵略中国 他把中国当作自己的老师 另一方面呢 这些人呢 他秘密的他这个倾向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思想以后啊 他又特别佩服中国共产党 像这个中西宫呢 他这个 在这个东亚童文书院毕业以后啊 曾经回过日本 他回过日本以后呢 日本当时正在镇压日本共产党 他又积极要求到中国工作 当时他就说 他说中共才是现在成熟的大党 我们要进行国际反法伊斯事业 我们必须主动找中共的领导 为什么呢 他看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 就毛泽东写的那个论持久战啊 他说这个在国际情报界 谁写出这样的情报分析报告 谁就是情报大师啊 因为在一场大的长期战争 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能分析敌我双方的这个作战的条件 你能够设计出作战的样式 甚至能预测出战争要分几个阶段 什么时候结束 这个是高级情报分析报告 所以他特别佩服中国共产党 他主动来找中国共产党联系 而且他给中国共产党提供情报 不要一分钱 他甚至还主动给中共地下组织提供资助 他是完全自觉的高级情报人员 这样的间谍呢 才是最优秀的间谍 这个周恩来啊 是一向特别注意 精英人才 人才竞争啊 他也是没有国界这个界限的 这个你可以走进来 我也可以走出去 你像这个当时呢 这个中共领袖毛泽东 他就在延安那么一个小城里 可是他的眼光啊 是放在世界上的 这个特别是把这个美国的斯诺呀 史莫特莱啊 这样都请到延安来 另一方面呢 周恩来又走出去 周恩来又走到重庆 在重庆啊 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 当时啊 这个事是很微妙的 当时美国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好 对共产党呢 是有戒心的 当时美国开始这个圆滑物资啊 他只给国民党 他说国民党是执政党 他不给共产党 周恩来和朱德啊 这些人就积极做美国朋友的工作 当时啊 这个太平安战争爆发以后啊 美国发现啊 还是这个中国人会搞情报啊 你看中国人已经提前告诉我们 日本袭击珍珠港了 所以美国开始重视中国的情报能力 他就派美军的观察组进中国 和中国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最早的情报关系呢 他是和国民党方面建立的 美军观察组到重庆 要架一个无线电台和他国内联系 光架这个天线架了一个礼拜才架好 为什么 官僚程序层层审批 后来美军观察组又去了延安 到延安也要架这么一个天线 当天就架好 所以这美国这些情报官 他搞情报 你得有个客观分析啊 他这么一比 共产党就比国民党效率高的多 另外美军这些观察者啊 他到处收集情报啊 到共产党的各个根据地都跑啊 不光去了延安甚至还去了禁察纪 禁察纪当时在敌后那么艰苦的地方 美军观察组人也去了 一看呢 共产党的根据地搞连政 搞民主选举 可是重庆那边呢 又不搞普选又贪污横行 最后呢 这些这个美军观察组啊 得出了一个结论 给美这个美国大报告 说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接近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这个美国驻这个重庆的这个史蒂威上将呢 甚至就向蒋介石提出来 说以后啊 给中国的这个抗战物资啊 要分给八路军一半 蒋介石就坚决反对 两个人矛盾还闹得很僵 这就证明啊 这个你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感召力啊 你先进文化的感召力啊 它是可以跨过界限的 甚至能够跨越国际 在抗日战争时期啊 周恩来啊就交了一大批美国朋友 这些美国朋友啊 后来回了美国以后还挨了场 你像这个解放战争以后 这个国民党不是被打败了吗 美国搞麦卡锡主义反共 就总结经验 是为谁把中国丢给丢给共产党了 就还迫害这些美军观察组这些人 可是到了七十年代 中美建立关系的时候 这些人又为中美恢复关系出了力 美国又开始痛定思痛了 哎呀说当初早听这些人那就好了 这就证明什么呢 周恩来在经营这个人才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而且有一个跨文化的眼光 能到做到这点啊是不容易的 特别是对领袖人物 你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文化素质 你这个眼光 那是非常重要的 情报站不光是窃取情报 还要分析判断 在第二次世纪大战中 中共情报组织拿到了两大关键性的战略情报 第一个是德国闪击苏联的情报 第二个是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的情报 这个充分证明周恩来的逆战艺术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起码在情报分析判断能力上 中共的领袖既能明察秋毫 又能高瞻远瞩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情报判断准了 又怎么运用呢 好像是打美国打苏联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是大有关系 德国袭击苏联以后 斯塔林特别担心 日本配合德国东西架工 所以斯塔林就发电报要求 毛泽东派八路军的三个师到东北去打关东军 去牵制关东军 别北军 可是这种做法呢 对于八路军来说呢 又是劳师远征 是兵家大计 但是呢 中共呢 当时和共产国际呢 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你要有支援苏联的义务 怎么对待斯塔林这个要求呢 就很难办 在这个时候 情报又起了关键作用 拿到这个情报 给了斯塔林 斯塔林就不提这个要求了 而且毛泽东呢 可以根据这个情报呢 来做出中共的战略部署 这就叫赢得战略先机 这就是秘密战争 对公开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辅助作用 当时啊 毛泽东判断 如果日本北进 蒋介石就会配合日本北进 压迫共产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是空前的危机 如果那日本南进 就会逼迫美国参战 也会压迫的蒋介石呢 更重视国共合作 有利于形成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 根据这个战略判断 毛泽东就积极开展这个统战工作 周恩来在重庆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和美国的关系就迅速好转 你像美国飞行员轰炸日本的时候啊 回程啊 就有些美国飞行员飞机被击落了 就飞行员跳伞 就落在共产党的游击区 那个新四军各个基地 就积极营救美国飞行员 在千里迢迢的把美国飞行员掩护 送到重庆 所以美国美军方面 也很感激这个共产党和八路军 和新四军 而且呢 这个通过这一段的这个情报斗争呢 美国方面一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情报能力 不仅向重庆派了观察组 还向延安派了观察组 延安这个观察组 就住在毛泽东驻地的附近 毛泽东驻土窑洞 给美军观察组干了砖瓦发 而且这个八路军总部这些朱德呀 杨尚昆这些高级将领 还和这些美军观察组交了朋友 到了1947年 这个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 美国派军舰 派飞机 帮助国民党 争夺这个地盘 可是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干什么呢 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 运速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 到前线去 投入作战 就这个朋友就交到这个程度 秘密战与其他工作一样 最重要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 在国共双方竞争的初期 共产党是在政权和金钱上处于劣势 但是在道德精神的感召力上 占有优势 随着这个斗争的发展 到解放战争前夕 共产党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内战全面爆发之前 就出现过一件令蒋介石恼羞成怒的事 1946年的时候 这个国共刚重庆谈判刚谈完 达成了停战协定 但是呢 在东北地区呢 又展开了激烈争夺东北 又有一些军事冲突 所以美国出面呢 组织是美国中国 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两方 两国三方组成了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 来调停国内的中国的内战 中共方面呢 派了个首席代表叶剑英中将 和这个秘书长李克农少将 就到北平来参加这个军调部 在这个调处期间呢 这个叶剑英和李克农啊 就发现有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就是国民党一边在这谈判 一边在准备打仗 调兵潜将 很可能有突然袭击 解放军华北部队这个动向 当时就是李克农和叶剑英就研究 说怎么能拿到这个 国民党这个作战情报呢 就是李克农啊 一方面在那公开谈判 一边布置秘密情报网 在找这个情报 当时北平市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 在司令部里潜伏着有共产党员 有个少将军法处副处长 丁刑是共产党员 可是拿不到这个情报 因为这个情报在作战处 作战处有一个作战科长 朱建国也是秘密共产党员 也拿不到这个情报 这个情报是由作战处处长谢世炎 亲自制定的 这个作战计划在他那 严格保密 这个谢世炎是什么人呢 这就值得琢磨 国民党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孙良成是西北军将领 这个谢世炎呢 可是陈诚的老部下 是中央军系统的 参谋总长陈诚的亲信 特意派他到十一战区来作战处长 实际上是对孙良成不太放心 派个亲信将领来这 搞作战计划 所以这样的人搞的作战计划 你能不能拿到呢 但是叶静英也分析 也有可能争取 因为叶静英又知道 这个人在抗战中打得很好 是个抗战中立过战功的 所以破格提拔 现在提拔到少将作战处长 正在叶静英 琢磨怎么做谢世炎工作的时候 突然谢世炎把情报主动送上来了 谢世炎送情报这种方式 古今中外你都没听说过 一天晚上 十一战区司令部有一个少将 联络处长陈龙生 正在那发愁 这个陈龙生也是地下共产党员 他也想拿情报 但是拿不到 突然一个首相顶着脑袋上 你是不是共产党 陈龙生大臣 我要说是共产党 你枪把我毙了 结果那个人说 你要说不是共产党 我就把你枪毙了 这个人正是吸引了 谢世炎跟丑儿说 现在由国民党吸引张家口的机密情报 我要立即送给叶静英 你不去我就打死你 就这样 这份情报送到叶静英那儿 你说天下有这样送情报的吗 打上门来送情报 为什么 这就是谢世炎的一个自觉的选择 谢世炎他是一个真正爱国抗日的这么一个将领 他希望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全民族团结起来和平建国 不希望搞大内战 可是国民党偏偏要打内战 他参加过接受北平 他接受北平的时候 他就反反感这个军统 就不准军统进来 他知道军统到哪都要搞贪污 这样他和国民党军统就产生了冲突 他对国民党也是离心离德了 他到这个关键时刻 他主动给共产党送情报 除了谢世炎以外 李克农还在国民党北平各战区 发展了一大批秘密情报人员 我们想想 就在国共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侠抗日战争胜利之威 是全国抗战胜利的领袖 又统帅了几百万大军 还是处于优势 共产党还相对劣势的时候 已经有人自觉的选择共产党 这就是人才竞争到一定时候 你这个旗帜举起来 就会有人主动来了 这样出现的这个奸敌 反而可能是最优秀的奸敌 谢世炎把情报送到叶剑英这 送的情报内容也是少有的 他送了一份国民党袭击 共产党根据地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这是谢世炎亲自拟定的 又送了一份反计划 就是建议解放军怎么粉碎这个进攻的计划 同时送两份作战计划 周恩来接到这个计划以后 一方面表扬谢世炎 一方面还提醒他 以后不要再送反计划了 这样你这个电报内容太长 可能暴露 周恩来这个关心不幸而言重 后来这个北平这个电台 果然因为发报时间太长 被这个国民党军统给侦测到了 这个电台被破获了 谢世炎也被捕了 谢世炎被捕以后 那个国民党还想把他拉拢过去 但是谢世炎表现得非常坚决 最后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 有五个国民党军官 秘密加入共产党 在这个情报案件中 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这叫北平武裂市 秘密战争输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谁具有文化优势 谁才能做到不拘一格的阎览人才 谁具有高素质的人才 谁才能在秘密战争的较领中取得胜利 周温来在这方面 在阎冷人才上 有着特别高超的领导艺术 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解放战争期间 这个在这个三大战役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 解放军准备渡江了 这时候南京的李宗仁政府派一个代表团 来和共产党方面谈判 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叫张志忠 也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老朋友 他又是蒋介石的亲信 当过蒋介石的侍从事主任 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来周恩来谈判 这个谈判破裂以后 这个解放军胜利渡江了 周恩来就把这个张志忠留下 邀请张志忠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这个张志忠开始还有些犹豫 但是后来周恩来还是把他说服了 这个有一次啊 这个周恩来啊 特意安排一次宴会啊 就请宴请张志忠 就等于欢迎他们起义嘛 这个欢迎宴会呢 来了一个特出的这个客人 是谁呢 就是熊向辉 就是曾经潜伏在胡宗南身边 把胡宗南袭击野案的情报 报告给中央的那个熊向辉 这个张志忠一见到熊向辉啊 大吃一惊 说熊向辉 说熊老弟 你什么时候起义的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张志忠的眼睛里 熊向辉应该是国民党的忠臣 他怎么能出现在周恩来的宴会上呢 周恩来就跟他解释 他才不是起义呢 他是我们的人 这时候才跟张志忠兜了底 熊向辉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潜入胡宗南身边的 为什么那个张志忠认为熊向辉可能是蒋介石的忠臣呢 熊向辉是受到胡宗南弃重的一个人物 熊向辉21岁的时候就被胡宗南选去 当他的贴身的副官 还把他熊向辉的父母也接到西安供养起来 这个蒋经国去西安访问的时候 胡宗南让熊向辉陪同 这个宋美龄和蒋介石在胡宗南官邸的花样 在家里散步 这个宋美龄上来 到他这儿就放心了 跟到自己家里一样 陪同他的就是熊向辉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西安访问 走边打西北 胡宗南派了一个人陪同 还是熊向辉 蒋介石的另一个儿子蒋伟国到西安访问 也由熊向辉陪同 所以熊向辉在国民党里边的人脉啊 那是很有靠山啊 熊向辉秘密给共产党搞情报 搞了这么多年 国民党方面没发现 后来熊向辉到南京结婚的时候 胡宗南不在 特意委托蒋经国大办宴席 熊向辉结婚的正婚人士蒋经国 那是太子啊 按照熊向辉这样的经历 他在国民党里边可能会飞黄腾达 可能会混得很好 可是他居然为共产党搞情报 所以这个张志忠就非常震惊 熊向辉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武汉法院的院长 他又去美国留学 这样高素质的人才 这样在另一个阵营可能混得很好的人 他为什么投向共产呢 所以张志忠他就深有感慨 参加完这次宴会以后 张志忠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他说在国共两党的比较里 过去我们比较了 说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 在经济上 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现在我给你讲讲 在情报斗争上 国民党也不如共产党 张志忠这个信怎么说呢 说本党情报人员 他还是站在国民党员的立场上这么写的 本党情报人员 大多为地痞流氓或帮汇分子所承认 都是不学无术 胡作非为之辈 贪污犯思 包庇 栽赃陷害 腐化堕落 勾心斗角 作恶多端 工作则多为涅造情报 此为人知的公开秘密 而中共方面 对我方情况了弱之掌 又加科学的分析判断 合情合理 一跃而知 其出自有知识 有眼光 有技巧之手 应该说张志忠这个分析判断 他是很公允的 隐蔽战线这个斗争啊 他非常微妙 非常复杂 他必须要有素质特别高的领导人 所以这个孙子兵法 他在这个讲到怎么用奸的时候 他不是提出过三条吗 非圣志不能用奸 非仁义不能用奸 非微妙不能得奸于实 这个微妙就是指着 你这个领袖 对于多种情报 这个分析判断能力 你能够在 对多种情报 你能判断出 哪个情报是真的 哪个情报是假的 对给你送情报的人 你能判断 他哪个是真心忠于你的 哪个是给你送假情报的 这个功夫是非常难的 你像这个抗日战争时期 给美国送情报的 有给美国送情报 说日本要袭击珍州港的 有说不送 不袭击珍州港的 你信谁的 当时国民党军统 闽南战战长张胜才 被派到菲律军兵做情报工作 他在战前也送了个情报 他就说日本要袭击珍州港 当时送给美国驻菲律军的 司令麦克拉斯 带给麦克拉斯当时没信 事后他又非常感谢张胜才 可是张胜才这个情报 是哪来的呢 张胜才后来说了老实话 他是根据报纸上的新闻 我判断出来的 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情报 张胜才去菲律军 富有的是什么任务 代理交开的任务 就是挑拨日美关系 就是鼓动美国对日本开战 所以说这个情报斗争 它就复杂到这种程度 他有人是双面间谍 有人是专门给你送假情报 引真是假 又骗你上钩 所以对于一个最高领袖来讲 你有没有像张志忠说的这个本事 有知识 有眼光有技巧 应该说周恩来就是这样的 有知识 有眼光有技巧的人 无论朋友还是敌人 都承认周恩来确实是一个密战的高手 可是啊 这个讲到这点啊 好多朋友还是不满足 说你说周恩来是密战高手 他世界各国谁不想当密战的高手 为什么周恩来能够搞得最好呢 咱们下边是下一讲 第四讲 谋略阴阳 他是举世文明的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他又是显为人知的秘密活动家 他创建并领导了统一战线 他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 他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 他经历了早期共产党人最危险的时刻 隐蔽战线巅峰对决 他深谋远虑 功勋卓著 敬请关注蒋武堂下期播出 研究隐蔽战线文化的权威学者 郝在今 讲述周恩来的密战艺术